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时机 还会有人购买矿卡来用吗? 最近我观察在虾皮购物网站 看到目前中高阶矿卡 显示卡价格已经降蛮多的 只是要找到卖向好状况家的矿卡 就要靠自己的运气和多做功课来减少出错机会 由于我是使用MacOS系统 能使用可以支援的显示卡 也只能选AMD显示卡 而且苹果现在打算慢慢停止对外插式显示卡的支援 全部要改使用自己设计的显示卡来独占市场 所以为了预防我手上使用的黑苹果机内的AMD显示卡坏掉 平时我还是会注意目前网派上 有没有品质还可以价格优惠的矿卡 能买回家来当备用品 最近就在一个机园看到一个卖家 正在陪卖华晴AMD RX 6600XT 8GB 冷气房矿卡 刚过保无保固卖3500元换现金 看到它说冷气房矿卡就真的引起我的兴趣 查看后大概没什么问题 就马上下单买一张回来备用 因为上次换过一张RX 580 8G 微星红龙冷气房矿卡 外观和整体使用起来印象也不会太差 所以我才要大胆买了这张冷气房矿卡回来备用 当然还是建议在购买矿卡要多小心谨慎 注意避免被诈骗上当 哎哟还不错嘛 这卖家还用原厂华晴RX 6600XT显示卡包装盒寄货 这样看到收到货是有大大的加分效果 看到这原厂外盒完整性也很好 没有破旧脏脏的感觉 应该是有计划性的收藏 等往后要卖二手显卡来包装加分吧 好快打开看看这张华晴AMD RX 6600XT 8GB 矿卡 目前包装袋看起来都很完美 不会吧 连警示贴纸也贴好贴满 赞哦 到目前这样细心包装处理 我对这张华晴AMD RX 6600XT 8GB 显卡印象安心度很高哦 应该不会出大问题才对 首先从第一眼整体外观看起来真的有过干净 就是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 上面散热风扇卡的灰尘有够少 而且更夸张是这两颗风扇干净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嘿 应该不会是被换成新品了吧 还是说卖家的冷气房 矿场通风设备真的很高端 防程等级不差 真的太厉害了 连在背板也超级干净 就算裸露1%在外面的散热起片 也没有看到大面积长白毛氧化现象 我的妈呀 这卖家也太会照顾了吧 还是真如他说的 也没挖矿太久就停用了 但在侧面导乐管就有明显的氧化纹路 但还好没有出现大片青铜锈板 整体看起来还蛮古色古香 也不错看 而且卖家也保证会拆封清理 所以在螺丝上的保固贴纸还是很完整 再仔细看一下GPU固定螺丝 也没有明显工具转动纹路 看样子真的没有拆过哦 哦 看到大面积氧化长白毛的地方了 因为这次显卡的上方会比其他面积接触更多潮湿空气和落成 会升点小锈板还算可以接受 在下方插卡处大约只有少数白毛生锈板纹状况都还好 在最上方两颗散热风扇转动起来 也是超顺滑感觉 应该是原厂或没有感觉替换二手品的粗糙质感 在金手指插角看起来也还可以 就是正常使用无法避免的刮纹痕迹 但在显示卡的IO插槽档板就秀斑满满充满老旧感 这样和前面检查过地方比对真的落差蛮大的 该不会这四个输出插孔也都生锈到很凄惨吧 赶快把所有保护套拉起来一个一个检查 哦 还好 第一个DP输出孔 看起来正常没有什么大问题 第二个是HDMI输出孔 这个孔就不用看了 挖控时几乎用到这连接孔位 整体都是完美无缺 最后第三个和第四个DP输出孔 都看起来新兴的 唉 真的要感谢这位矿爸爸 没有把保护套都拉掉 目前这四个IO输出孔 都没有什么生锈大问题 谢天谢地啊 哎呀 现在才看到上方散热极片的氧化白毛了 原来要把显卡拿到很斜的角度 才可以查看到 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 怎么散热极片都没有长白毛氧化现象 唉 矿卡还是矿卡 终究逃不过被锻炼后遗症现象 但它真的比其他矿卡长白毛氧化区域也好太多了 这张滑琴 AMD RX 6600 XT 8GB 冷气房矿卡 也能算是有七八成新的等级了 但是看了那么久 我怎么好像没有看到显卡的序号贴纸呢 嗯? 这角落有贴纸撕掉残交纹路 啊 原来它的身份识别序号贴纸已经被刮掉了 哎呀 希望等一下测试 可别拿不同型号等级的显卡给我 拜托啊 如果再寄来寄去退换货的运费加一加 就没有赚到什么了 好 不多说了 上期测试就知道答案了 而使用的测试机台是机家Z690主机板 搭配Intel i9 13900K CPU 系统叠M.2 SSD 是金氏顿KC2500 7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MB每秒 记忆体是DDR4 32GB 频率为3600MHz 好 安装完成快的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8度的台湾夏天 首先在开机过程中目前划清RX6600XT的散热风扇噪音 约在55-56分贝左右听起来还可以接受 而且在开机进到Windows11后 显卡的自动转停功能也正常启动 嗯 不错不错 硬体运转顺利 暂时可以放下一半不安的心情了 那一样先用Foremark来烧卡测试一下 虽然说卖家在出货前有传烧卡测试影片给我看诚意十足 但你知道的嘛 生意人都会拿最好的给你看做确认 到最后再来个狸猫换态值 换上品项差一点的卡给你 反正上面没有显卡的需要贴纸 你也很难查证 所以还是看看就好 收到货时还是要自己再测试一下 而在烧卡过程中显卡的散热风扇噪音 大约会提升到57-58分贝左右 前后比较只差2分贝左右 嗯 不错不错 目前风扇应该是滑行原厂散热风扇没错 而在烧烤5分钟后 显卡温度会稳定维持在66度左右 我把手放在显卡上方 也是感觉只有微微的热度而已 哇 依现在室内温度28度 能有这样表现真的算不错了 接下来是在3DMark Time Spy跑分测试 在显示卡得分有9669分 这种表现几乎市面上有75%的游戏 都可以靠它来游玩 也是绰绰有余 再来是游戏测试方面 首先是DV线5 RX6600XD矿卡使用率已经高达99% 记忆体容量也是8G快要用尽 但也还好能维持在60-70帧左右 顺玩没有问题 可是换到2077赛博朋克 就只剩下30帧能玩的界限 对它可能负担会有点重了 所以这一类游戏 建议还是换等级高一点 显示卡来玩会比较好一点 再来是Mac OS下的Geekbench 6跑分测试 在Metal得分有117616分 而在OpenSea跑分测试约有69152分 目前显示卡效能跑分大约落在M1Mass和M2Mass之间 最后这样全部测试完 我深深了解为何大家会推购买 刚过保不久或是还有半年保固的矿卡来用 因为它们的效能都表现不会太差 使用上稳定性也不错 对于没什么预算 只想简单玩一下游戏或是剪个1080p影片 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如果能找到冷气房环境内使用的挖矿显示卡 更可以减少一点自己清理灰尘的负担 品项也加 如果到时想再转手卖掉 它的卖相也不会太差 会提高接手二手显卡购买者意愿也好脱手 最后还是要老话一句 购买矿卡就和赌博一样 想要安全下装 建议在有交易保护的网站购买 千万别贴纸 想再拼看看板回一层 一测试到坏掉的显示卡 找不到人退货 真的会让你哭哭很久 心情不爽又沉重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最近也有购买到冷气房矿卡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